季官长 你喝多东西我干什么 我 我 你丢进了大日本皇军的脸 回去我再给你算点 你把我领到这儿来干什么 你说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 那好 我来告诉你 你就是日本人的英雄 出卖祖国 出卖同胞 出卖组织 尽管你伪装得很像我的同志 来跟我接头 就连暗号也只字不成 但你忘了 我是谁 我言和一号的眼睛是不揉沙子的 说吧 是不是迟远派你来的 说话 你让我说什么 迟远派你来的任务是什么 你们掌握了我们多少情况 不知道 你真不怕死吗 你开枪吧 你以为我不敢 枪在你手里 你抠板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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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数到三 一 二 三 不错 就冲着你这个横眉冷队视似如归的劲儿 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我真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颜河一号 也玩这种把戏 同志 没办法 这都是让日本人逼的 现在是什么时期 非常时期 日本人的密探多如牛毛 不得不小心啊 连南同志 请原谅我的不公 我真诚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没什么 都是为了工作 只是 只是什么 请恕我直言 你的这种做法 我心里很不舒服 这个完全能理解 那咱们就 一回声二回手吧 这种事情 以后绝不会再有 我还真想 拜你为师呢 相互学习吧 连南同志 我看咱们还是抓紧时间 研究一下眼下的工作吧 好啊 那咱们这边 二饼 北方 北方 刘太太 有 张经理啊 你可是稀客 快请坐 好啊 不坐了 我太太呢 还说呢 她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害得我又去找了一位麻友 我这 我个人 晓门 一跟着真正的 我不用了 我 Deus 我 上额 下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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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额 下额 下额 谁 我 你是蕭吗 鹰湖 是我 这些日子 你为什么掩耳不发 让我们的行动一败再败 言和一号似乎已经闻到了 我身上的气味 逼得我不得不有所收敛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次成立傀儡政权 是耿孙总司令 打出了一张政治派 我们务必全力以赴 你不能再秘而不宣了 我已经精心设计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具体内容我放在老地方 你可以取回去实施 还有 请转告那位樱花王 让他别再自作聪明 抛头露面了 其实他都是弄巧成拙 搬起石头砸自己 抛头露面了 我可以把刺鼻子维修 并不得不合适 你现在的刺鼻子 我现在是能够抛转的 一张批转开 你现在是在等于 并非在最后 你也是会把刺鼻子维修 我这次成立傀儡政权 你就可以把刺鼻子维修 做了很多事 这次成立傀儡 就是你 然后是赌了 咱们就可以达成共识了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消灭胡一帆 打碎敌人建立伪政权的计划 让港村宁次的政治阴谋彻底破产 为了顺利完成这个任务 我准备和周日清他们联合起来 一块干 什么 你要联合国民党军统的人 我们是友军啊 可以携起手来共同作战 郝依南同志 我得提醒 国共两党那就是两条路上跑的车 永远也不能走到一起 怎么你不同意 同不同意要请示上级 我只是给你提个行 现在我们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 得了机会主义右倾综合政 在政治上非常幼稚 什么事情都要与统一战线挂上钩 完全把我们的独立 自主和发展 泡在脑后 这是很危险的 我 不懂 要讲政治啊 我的同志 我用来讲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妈妈 芝容 妈妈 您怎么还没睡呀 睡不着啊 那您坐会儿 这芝容今年有九岁了吧 几年不见 听像她的 她也可像您了 她老是跟我说 妈妈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外婆呀 她呀就是嘴甜 她叫我一声外婆 我这心呀就像吃了蜜 妈妈 您这么晚过来 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是啊 我有 好多的话想跟你说 那您说 我听着 怎么就只有一张照片呢 这新风里什么都没有 这萧丹丹就给我们一张照片 那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我也是百思不得细节啊 妈妈的话 你都听明白了吗 可是 我总害怕 这万一 妈妈 别害怕 兵来将挡水来吐吞 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还担心小三 知青 知青怎么了 你看她长得跟个家小子似的 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 你这个当姐姐的 妈妈 是我忘了告诉您 知青已经谈恋爱了 她找了一个很棒的小伙子 是吗 那哪天 带家里来让我看看呢 您放心 我一定让她来见您 真是啊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女人就是女人 母亲就是母亲 没有任何一个母亲 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肖氏告诉我们 游戏 我是陈元 陈元机关长 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报告 两名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工 就住在星龙客栈 你还犹豫什么 赶紧让百货去星龙客栈抓人了 姐 我去买点早餐 我去吧 咱俩谁去不一样啊 好 一会儿回来啊 嗯 你俩不好 鬼子来了 冲上去给我抓活的 站 快走 这儿不是九位之力 快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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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看着 加拿路方向传来击烈的枪声 去 叫上去 去去 跟我去看看 是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告警官长 讲 那俩国民党女特工 冲出了百惠副官的包围圈 让他们跑了 他俩逃笑了后山 百惠副官正带人追击 命令快速发言小队 立刻送人 是 都运动了 恐怕 想能发展 尽力 拜托 好 是 是 你 我 有 我 这 林 我 这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注意提升子弹 坚持到咱们的人来支援 没问题 挪着手来 黄院长 黄院长 这山下传来的枪声越来越激烈 黄什么 我知道了 我是担心 这跟小鬼的接上伙的 会不会是周专颜和丽娜 要是他们俩的话 黄院长 咱们必须赶紧的 下山去接应他们俩 必须 这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呢 当然是你说了算 赶紧下命令去救他们俩吧 既然是我说了算 我下什么命令还用你交吗 黄院长 又算我求求你了 赶紧下命令吧 这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 好 你去通知弟兄 好嘞 站住 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我下命令的内容 这不是下山去接应他们俩吗 我的命令是 马上转移 你 这是见此不敬的 胡说 你胡说 我是为你跟弟兄们的生命负责 我们相约战 自从被日本鬼子破坏以来 好不容易聚集起你们几个人来 为了党国今后的大业 我不能因为这么两个人 把你跟弟兄们往虎口里送 你 如同命令 我说你 为了我 我感觉 我没什么 我没有弄 我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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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讓我來 奇怪 你是指那個神秘的電話 看來這個人是知根知底的 这说明 他们中间已经开始起内讧了 中国人的窝里斗历朝历代 这是有传统的 他们不是败给自己的敌人 而是败给自己人 他们的这种相互不信任 到相互出卖 正是给了我们反败为甚的关键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就是这个道理 没错 我们现在坐收愚人之地 李娜 没事吧 没事 我这呢 姐 我子弹快没了 咱们都打了这么半天了 我们的人怎么还不来啊 也许他们不会来了 不来了 黄雨贺 黄雨贺他怎么可能来呢 不会吧 政治 这个就是我们都不懂的政治 姐 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这样 一会儿鬼子冲锋 咱们把他打下去的时候 趁乱分开 我往东 你去教堂找水跟他们 不 我绝不离开你 听话 不 记住 活下来就是胜利 穿上去 抓活的 打 打 快走 走 走 给我追 回护官 快快快 我来了 什么情况 你来到正好 你是追那个的 我就追这个 一定要抓活的 好 弟兄们 跟我走 走 走 水 水哥 枪上停了 我说雪珍啊 你难受什么 一个大男人 他们是你妈还是你媳妇啊 是你 是你 就是你 马周特保元他们俩 出卖给日本鬼子的 你 你又胡说八道是不是 我怎么胡说了 你见死不救 你就是出卖你 好好好 我不跟你吵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 你少了这套 这事 我一定会向上风报告的 好啊 随便 好 好 你等着你 找她 看着 那个女的就跑上来了 你们俩进去 你们俩进去 你俩进去 可以 是他 是他把鬼子给带来的 是他梦君 是他 一斤 去 这个混蛋 孤楠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都刚才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大长 这我也没有 你们去那边 再给我仔细地搜 是 真是奇怪啊 我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 谁给我报的信呢 装的倒行 再也不会上你的当 只要让姑奶奶活着出去 逼个干掉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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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 花! - 走!- 走!- 走! - 走!- 走!- 走! - 走!- - 走!- - ム! 驾 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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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军统特工和中共地下党 随时都有可能向我射出子弹 我这是 有备无患 有备无患 这防弹衣可以翻住你的身子 可你的脑袋怎么办 据我所知 他们的枪法非常精准 想打你的左眼 绝不会打你的右眼 谁说不是呢 为了我的安全 你们应该从德国 引进一批防弹剥离 不不不不 我们应该把你装进保险规里 机关长 您这是 为了临时政府顺利地成立 为了保障你这位第一任市长的人身安全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人力和物力 就连我这个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也亲自过来 就这样 你还不放心吗 放心 谢谢 放心 就该把防弹服脱掉 这 大大方方 坦然自若地 面对大家 该干你该干的事 该说你该说的话 明 明白了 该不赶快脱掉 好 脱掉 好 刘太太 张经理啊 你可是稀客 快请坐 好 好 不坐了 我太太呢 还说呢 她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害得我又去找了一位麻友 不对啊 她经常是在你这儿 一宿打到天亮的 那她是去别人家玩了 在外面她可从来没这样 有些日子没来了 那她去哪儿了呢 总经理 黄军司令部派人送来一份请柬 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为庆祝市政府的成立 和第一任市长胡亦凡先生的上任 自决定 今天中午十二点 在岳路大酒店举行盛大酒会 恳请出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